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洗完脸之后没有擦任何护肤品的时候的状态 对脸颊会泛红 然后这是我擦完爽肤水之后的状态 就是鼻翼两边也是会有红血丝 然后呢这是我擦完霜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妈有跟我说 在洗脸的时候加一脚瓶盖的醋在一大盆水里面 但是我建议是一个星期洗这么两三次就可以了 大家买东西真的一定一定要很低放 我是上过当的 就是我是上过那些假货的当的 用在脸上的啊 吃进肚子里的东西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从早到晚的一个习惯 我先给你们说一下 就是早上起来我是受我妈的影响 我妈就是最想出众养生这些东西 就是早上起来先喝一杯水 就是一大杯温水 不能喝冷水 女生的话切记就是最好适合温水 因为喝冷水的话呢 容易对心脏造成刺激 早上起来的时候 然后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呢 可以加一点点蜂蜜 我之前说过我敏感肌嘛 所以我现在不是很敢乱用东西 我会用日系的护肤品 基本上也有用过韩系的护肤品 因为我就是可能心理原因吧 洗面来洗完之后呢 我会用纯棉的那种一次性的擦脸精 之前那个过敏导致我 就是会每次都会用这种来擦脸了 我用了挺多年的了 其实这个 先上水 上完水之后呢 夏天的话就用乳液 然后冬天的话呢就用霜 对 因为其实你们如果年纪还小的话 不用追随那些很虚无缥缈的东西 最重要的不是美白 最重要的是保湿 你保湿做好的一切就会比较好了 然后你到了什么年纪 该用什么样子的东西 再去买你自己需要的东西 我洗面奶呢 用过的种类呢 我会列在这一边 就是对 大概用过这几种 然后我觉得都还不错 但是目前来说我比较 相比较主下来说呢 我觉得比较推荐的是无印良品的 因为便宜啊 然后福利方丝呢 也可以 就是只是看大家 价格和无印良品比前 当然是无印良品便宜了 然后水呢 我用过这些 对 就是我都 霜就冬天能用一用嘛 然后我基本上面 会回购的 就这几个 一般如果有化妆的话呢 就基本上用的是很热门 大家人手必备的卸妆的 眼唇卸妆液呢 就是 满单 我很执着于 一样东西 就是我会 如果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的话 我会一直买一直买 就是 就是很依赖这个东西 我不会 轻易去换其他的东西 然后卸脸的呢 我目前用的是 克润的 然后呢 大家卸妆的时候 真的一定一定要卸干净 就是你不能说 哦 我糊亮一下就算了 就是有一句话说的很好 就是你化妆化了多久 你卸妆就要卸多久 其实也不用跟化妆的时间一样长了 就是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卸妆的时候 也要每个角落都搓到了 就是 每个角落都要匀到了 其实如果你卸妆卸干净 那些卸妆膏 其实会对你皮肤 有一定的清洁作用 护肤这个东西呢 真的不是一劳永逸的 就是要 呃 比较长久一点的去 护理它 去管理它 要跟你们说一下 就是关于我底妆的一些东西 不管你化妆或我不化妆的话 真的 大家一定要记得要防晒 然后我用的是 脸部专用的一个 敏感剂用的一个防晒 呃 因为紫外线 不管是阴天 或是太阳天 都会存在 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 所以大家记得要 不管化不化妆 都要擦防晒 然后要记得要 卸 擦了防晒 要记得卸 哦 底妆用的是 卡布马克的这个 然后它这个 呃 我 其实我在很早很早之前 就种草很久了 但是我后面是 今年7月份才买的 我为什么种草它呢 因为它就是 应该很多都有推荐过这个吧 因为就是它种草药 然后很养肤 因为有敏感剂的话呢 就 不用担心说会过敏啊 或者是会闷到 就它的缺点 也算是缺点 也算是优点吧 就是色号太多了 所以大家只要挑着看去买 我的是BN10 对 就是不会 不会黑 也不会白 对于我来说 就是跟我肤色是一样的 就如果追求 比较清透的那种的话 大家可以选择这个 然后用面膜呢 圣田屋是很多人说 有人说很鸡肋 然后有人说很好用 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蛮好用的 还用过油天蓝的 油天蓝的话也还不错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这样子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记得 投币和收藏 今天就是很严肃的 讲完了一起视频 然后 祝大家今年大吉利 最后呢 感谢一下就是 今年 看过我视频的每一个人 2017年 让我们一起进步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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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